相信一些经常观众行车的朋友们对于麦凯伦这部超级品牌一定不会陌生 作为和法拉利兰博经营最新国际市民好车品牌统计别的品牌 麦凯伦在世纪范围内也有一大批忠实的车迷 为了凸显麦凯伦这个品牌的影响力 麦凯伦公司推出了旗下一款全新的超跑麦凯伦650S 这款车外观方面使用了麦凯伦公司最新的外观设计方案 慢慢的都是时尚艺术感 新车前脸最让人称奇的地方就是它的两个大灯 使用独立的设计将两个进气格栅和大灯小面的连接在了一起 整体呈现出了千额的形状 这个设计真的是充满艺术感 视觉冲击力极强 车身侧面硬朗的线条也使得车身更为挺拔 加上车门后方非常前卫的进气口 并且在门槛处设计有专属的650S CAN-AM标志 及金属名牌 非常高端 车尾部设计变质度极高 格栅式的尾部设计加上扰流板和中部的两个排气管 让车身运动感更加强烈 并且为了减轻车身重量多个部件 均采用了碳纤维材料制作 并且提供了多种配色方案 麦卡伦65S的内饰部分采用了非常豪华的装饰风格 车内布局规整且富有层次感 采用大面积的真皮材料全包覆 独特的设计方向盘和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座椅 都显示出了这辆车浓烈的豪华感 搭配全叶竞技表盘和中控显示屏 表现出的是节俭风格 动力方面麦卡伦65S搭载一台 奖性能的3.8升V8双望轮增加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650马力 最大扭矩678牛米 百公里只需要3秒 最大时速可以达329千米 动力表现可以说是少有敌手 而这样一款各方面表现都极为优秀的车 据说价格大概在280万元 对比配置可以说是280万元最惹眼的超跑 做工好动力足 还买啥总摇摇 而且配置比分值高 你们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